字幕提供 嘿大家好我是NB大熊Marcher 現在剛過午夜的12點 這個時間終於過了鬼月了 大熊的鬼故事應該是說親身經歷的故事 因為有點太可怕所以不適合在鬼月講出來 要不然真的太恐怖了 那今天剛好趁鬼月剛過 我們來講一下我的親身故事 今天要來講的故事呢是關於大熊 小學大概三四年級的時候 去過了一趟泰國之旅 大熊呢 在小的時候靈感力呢比稍微平常人症強了一點 那因為小時候大熊 比較不好顧的時候 奶奶呢因為都好像看到我常常就是會看到一些好朋友 或是好朋友呢會來找我玩 所以呢就有帶我去給 媽祖娘娘做 KK 那去泰國玩這件事呢是我 我姐我媽 阿姨以及表妹一起去 我們去泰國玩的那幾天呢其實都很開心 直到 有一天我們在飯店呢因為導遊說我媽 以及阿姨我們家人然後去做那種泰式按摩 大家都知道泰式按摩很有名 然後因為我跟我表妹呢都未滿18 那我姐好像 可以去可是他只能夠跟著去然後坐在旁邊就陪著我媽跟我阿姨 就是他們做按摩然後我姐在那邊等 然後等到按摩好以後呢再一起回到飯店 當時因為我跟我表妹呢算是年紀比較小 所以呢就把我們留在飯店想說飯店裡面很安全沒有什麼事 結果 我們呢我就跟我表妹呢在飯店裡面看著電視 看著電視看著看著看到一半 我表妹就突然指著一個方向說 叔叔 叔叔 叔叔因為我表妹呢 當時語言能力還沒有非常強就是可以帶出門的 年紀而已因為很小 那他突然指著一個地方叫叔叔的時候我就想說他不知道是怎麼可能在胡言亂語吧 我就沒有想太多 結果表妹呢依舊一直喊著 叔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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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突然他就哭起來了 那他在哭的時候呢 電視就開始 出現詐訊 然後關掉 就開始聽到浴室裡面呢 有那種沖水聲 馬桶沖水的聲音 然後沖一次兩次 想說可能是設備壞掉了 結果沒想到連蓮蓬頭就開始沖水 然後蓮蓬頭沖水了以後呢 燈就開始忽明忽明 忽明忽明 然後突然燈就整個 就關掉了 我就拉著我表妹的手 衝出飯店 搭了電梯 衝到一樓 哭著去找飯店人講 我們遇到鬼 我們遇到鬼一邊哭一邊尖叫 可是呢 飯店的人員 聽不懂我們的語言 因為都是泰國人 因為那間飯店呢雖然很高級 可是在大廳裡面 好像 沒有能夠坐著的地方 結果我就帶著我表妹呢 到飯店外面的那種階梯 門口階梯那邊 兩個人牽著手坐在那邊 知道我媽回來 其實後來想一想 這樣子做 好像很糟糕 因為 如果被泰國人帶走了 或許現在就再看不到MP大修 然後呢我們泰國之旅還在繼續 有一天啊 我們就到了廟裡面 大家就是很開心在廟裡面就是拜拜啊 然後看他們的 一些造景啊 藝術啊之類的 然後我阿姨就拿著他的那種 以前就是那種 底片式的相機 然後一卷一卷那一種 然後在那邊拍得很開心 結果 回來的時候 看到了一張照片 是我表妹呢 就是站著 然後比著夜 結果他肩膀上呢有著 鳥爪 然後頭上有一顆鳥頭 然後身體呢是 他後面那種身體的隱隱約露出向 魚的身體 我們就覺得 這張照片好可怕 而且這也是我唯一一張有看到的照片 沒有看到其他照片是因為啊 我阿姨帶去了六七卷底片 因為我阿姨很喜歡拍照 她覺得就是 難得出國玩 一定要留一些紀念下來 結果所有拍照照片 全部都是靈異照片 我們繼續回到剛剛廟的地方 我們在廟裡面呢 也有看到了一個表演 那個表演呢 是在廟的 比較偏外面的表演區 已經不在廟裡面 就有一個和尚在表演 清空水上飄 我們就是一群人然後去那邊圍觀 然後看著和尚就是默默從水面這樣飄出來 可是呢 大家都沒看到的呢 就是 我看到和尚的背後有一隻手 很大的手 他這樣子整個丁出水面 飄上去 我那個時候 嚇到一直往後退往後退 離開人群去到旁邊 然後我媽跟我阿姨 不知道我怎麼了 我也不敢說 我們就離開那邊了 後來 我們去傳說中的 貴河大橋上 因為好像說那邊 有以前就是 戰爭啊 然後蓋橋的時候 死過很多人 後來呢 好像變當地的一個市集 就是 路邊就是會有很多攤販 小 小攤販啊 或是小孩子在那邊 賣一些家裡面的一些手工品之類的 賣給我們這些觀光客 那我媽走著走著 逛著逛著 就對於一個 小朋友的脖子上的一顆項鍊 那一顆項鍊那個水晶呢有點像那種 黑鑰匙水晶一顆 然後旁邊就是有點像那種 鑽石 然後水晶就是 都會切成一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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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很多面組成一顆球這樣 那一個小朋友呢 用著不太流利的國語呢 大概是在講說 這個是 父母留給他 就是父母給他的 這個東西呢 是不能賣的 那詳情是怎樣呢 我們就也不得而知嘛 那我媽呢 就跟他喊了價格 而且越喊越高越喊越高 喊到最後呢對方就是 很沒有難色的呢就答應了 然後賣給我們 那個價格呢 因為當時泰國的 經濟比較差 所以那個價格呢還蠻高的 幾百塊這樣 鑰匙項鍊呢要記得 那我們接下來故事就繼續往前面前進吧 接下來呢就是晚上我們就在貴河打橋上面呢 搭著遊艇 然後遊艇上面因為那一艘遊艇非常的大 遊艇上面呢有 Buffet 然後又有音樂 大家都在船上就是唱歌跳舞聊天 玩得不亦樂乎 那我姐呢 就在船邊因為他 就是暈船 因為我姐很容易暈船暈車 他就在旁邊休息了 我就想說難得有機會 那大人在玩的東西在那邊跳舞也看不懂 然後又有點累我就在旁邊休息 我就看著 應該算盒 因為是貴盒 就看著盒面上 伸出了一隻一隻的手 非常多的手 整個盒面全部都是手 然後一直在對我招手 我就感到非常的害怕 非常的緊張 我就一直往後退往後退 然後就去看了一下四周 就往人多的地方跑 然後就躲在人群裡面 泰國當地的故事呢就到這邊 那另外一個 部分呢就是我剛剛不是說有照片拍到表妹嗎 其實我只看到這張照片 因為我們去的時候不知道為什麼 我們只要是自己帶的相機 所有拍到照片裡面都有靈異的東西 大人當時是說這些照片呢 因為太恐怖了 所以一張都沒有給我們看 唯一有給我們看的就是表妹那張照片 那我們打電話去問導遊的時候 導遊是回應跟我們說 那個可能是廟裡面的守護獸 可能是什麼四不像啊 或者是之類的守護神 可是因為我們當時真的覺得太恐怖了 所以我阿姨跟我媽的討論之下就是 全部都一起化掉 燒掉 可是呢當地我們就是像是 人妖秀啊 或是一些動物拍照啊 之類的 只要是泰國人就是親自幫我們拍的照片 全部洗出來都是沒問題的 這個點真的是非常的詭異 然後呢 就是那一顆黑曜石的對不對 我媽在帶他的時候呢 都覺得很OK沒有問題 甚至是他睡覺的時候也帶著他也都沒有問題 我當時也還蠻喜歡那顆黑曜石的 你也知道小朋友的時候就喜歡無理取鬧 後來就跟我媽拿到那顆黑曜石的項鍊帶 然後帶著帶著 晚上睡覺的時候 就會夢到一顆球 非常大的球 比我人還大 上面 就像他的雕刻一樣 長滿了眼睛 一直往我滾 一直追著我跑 我晚上呢就會哭著 從三樓自己的房間 跑到二樓我爸媽的房間去哭 每一天 每一天 大概 一個禮拜才找到原因可能是我那一顆 黑曜石的項鍊 後來就把那顆項鍊還給我媽之後晚上睡覺再也沒有夢過那個東西 我媽後來收走 拿去戴了以後戴了一段時間 那一顆項鍊好像也莫名其妙的消失了 今天的鬼故事呢 就到這邊 這個呢 並不是掰出來的 而是大雄呢 真人真事 遇到的 那今年呢 就跟大家講了這個故事分享給大家 之後呢 我每一年呢 都會 講一些我的 曾經的故事 當兵啊 之類的 鬼故事 也不是鬼故事 就是清晨經歷的 事情 也會去詢問我媽 詢問我身邊的人 看他們有沒有也是遇到這些真人真事的東西 如果你也有這些真人真事的東西 歡迎看你是要留言跟我說 還是要傳訊息跟我講 或是到我的粉絲頁 然後傳私訊跟我說 那如果你們傳給我的故事啊 我都會找機會 不一定是這種節日呢 就會講出來 跟大家分享 如果喜歡大雄的影片 請記得幫大雄 訂閱 按讚 以及分享 給你所有的朋友們 記得幫我訂閱喔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 呢